你坐在那裡拍我 然後進來的時候 你都會聽到她的 然後她繼續吃東西 我平時不是一個很熟於面對鏡頭的人 所以我經常對鏡頭都很緊張 但是今次的故事 剛剛就是好像跟我一樣 有結婚相似 所以就有一個我入鏡頭的機會 我們第一眼看到 我們那位新聞人士的攝影師 其實我們都想像中有避免的 就是原來法國呢 她們都記錯了很多 所以她都很樂意跟我們分享她的經驗 她說的背景這個故事 原來我們的劇本非常相似 但是她有個弟弟 她小時候經常打遊戲 無所事事 她經常都會跟小朋友開一個口紅線 又是說 賣了一些聰明 這個正正是我們經常在故事上 想強調的故事 所以 這件事更加困固了我們的故事的真實性 這次我主要做的是 這次這條影片 我主要做的是 making of 其實這次拍這條影片的 making of 都比較困難的 因為 始終 我們這次這隊 crew 只有 連同醫院 只有四個人 平時一隊 crew 都有八個人 變相拍的東西 可能會有趣一點 而這次我們拍攝時間又短 人數又少 所以可能我們遇到有趣的時候 會比較少 可以做到making of的題材 會比較少 所以其實 剪接上也會有困難 到後期的時候 拍攝的時候 其實對我的得罪比較多 因為我發覺原來 視聚人士 他們的生活和正常其實沒有分別 因為其實在沒有和他們有接觸的時候 我預期他們用的電話 都會有鍵盤的電話 因為我覺得他們可能生活上 都是比較用觸覺的 但原來 在我們拍攝的時候 我們發現原來我們的演員 是用iPhone的 其實我從來都沒有想過他們可以用 沒有鍵盤的電話 所以其實我發覺我 拍完這條片的時候 最大的得罪就是 知道多了他們 怎樣去生活 大家好 我是劉子琦 Natalie 今次在這個比賽裡面 我就是負責擔任攝影師 其實之前都參加過 其他短片拍攝的工作 但是今次比較特別的 就是我們有一位視像的演員 於是在我們討論劇本的時候 就決定用一個簡單一點的故事 希望令到我們拍攝過程更加容易 我們其實就拍了兩天 一天就是拍室外 一天就是拍室內 兩天都進行得非常順利 大家演員都配合得很好 我覺得是因為我們的溝通工作 都做得很好 其實我覺得只要跟演員 講清楚我們的要求 他們都很容易可以做到我們想要的效果 希望大家都喜歡我們的短片 2 1 1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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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